上海疫情仍在持续 截至4月9日 上海已有出院患者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 1万1千多人 尚在医学观察中的无症状感染者 16万5356例 在院治疗确诊病例 5743例 4月10日 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接受记者采访 解读上海当前防疫政策 梁万年指出 上海疫情呈现三方面特点 主要流行诸事奥密克戎BAR 传播速度快 隐匿性强 已形成广泛社区传播 以及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防控组织能力要求高 但他强调 我们仍然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唐平肯定不是中国的选择 那么动态清零这种科学 我们如果把它用好 我们就会以极小的成本 来获取最大的效益 我们中国坚持动态清零 我们还是在人民自上 生命自上的理念下 同时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 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工具包 我们也有基础 两万年介绍动态清零的核心内涵 是当发生疫情后 能够迅速发现和快速围堵 切断病毒传播过程 发现一起 扑灭一起 不让疫情造成持续性社区传播 精髓在于快速精准 当前上海市应在有效控制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感人群三方面同时发力 动态清零仍然有效可行 两万年强调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 他对老年人病死率远高于流感 一个 他的传播速度 比流感病毒的传播速度是要快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 他的传播的引力性 是比流感的引力性要强的 所以更容易造成大范围的传播 老年人去 他的这个病死率 要比 普通的流感 要高出几十倍 上海的老年人口的比重是很大的 上海的这个脆弱人群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基础病的 一些患者 等等等等 他的总的绝对说是大的 那么这么大的绝对数 一旦感染 即使对个体 他的重症和死亡的发生率也要少 但是加起来是一个康大的 一个数字 4月9日0至24时 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06例 无症状感染者23937例 两万年表示 上海美日疫情的上升并没有呈现指数性 按照奥米克隆 这种病毒的流行参数 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上海美日疫情的上升 呈现指数性的上升状况 这表明 所采取的防控制掠和措施 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得致了指数性上涨的 这种伺候 这种疫情防控 实际上正在焦灼状态 最关键的时刻 最焦灼的状态 不计折退 两万年指出 疫情得到控制的标准 一是发病曲线下降到一定水平 二是新发现病人都在管制当中 如在密切接触者中主动筛查出来 届时便达到了社会面动态清零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